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小甜点 果酱酥 它的口感特别的酥脆 入口即化 搭配上清甜的果酱 味道好吃极了 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 一看就会 在大碗中准备80克 室温软化好的黄油 加入1克盐 80克的糖粉 搅匀 搅打到这样的状态以后 再加入100克的玉米油 或是都用黄油代替 也可以 再打入一颗鸡蛋 充分的搅拌均匀以后 再翻两次 一共加入300克的低筋面粉 四克 无礼泡打粉 四克无礼泡打粉 大致搬匀以后再用手合成面团 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非常沙润状态的面团 再把面团移到烘焙纸上 先大致的整理一下形状 再把它擀成一个长方形 厚度大约是0.3到0.4厘米 再用叉子在上面均匀的插上小孔 都准备好了以后移到烤盘上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 上下火200度放在中层烤12分钟左右 因为烤箱之间是有差异的 所以具体的温度和时间还要根据时期情况来适当的调节 烤到饼干上色均匀就可以出炉了 自然放凉以后我们切去边缘不规则的部分 放到碗中留用 再平均分成两份 我们在一片饼干上边 涂上一层我们自己喜欢的果酱 我放的是蓝莓果酱 涂抹均匀 再把另一片饼干盖到上边 在操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动作轻柔 因为饼干实在是太酥脆了 一碰就会碎 我们尽量要保证它的完整 这是刚刚切掉的边缘部分 放到碗中 把它捣碎 也不需要特别碎 有一些颗粒感最好 在这一层的饼干上边也涂上一层果酱 最后再撒上一层厚厚的饼干碎 这道果酱酥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用刀把它切成小块 就可以装盘开凳了 这道小甜点层次很分明 层层酥脆又香甜 是一碰只掉渣的那种 入口即化 而且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很适合我们自己在家里做 喜欢的小伙伴们也快动手试一下吧 做给你的家人吃 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小丽 明天见 明天见